就是我们讲不爱国的人 不能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架构或者管制架构 不等于说他们不能够在香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只是说他们不能够参与管制 制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第二呢就是不能够把不爱国的人 或者这么说吧 就是把不爱国的人 特别是反共乱港分子 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制架构之外 不等于说要把所有的反对派 或者范围更广一点的泛民主派 全部排斥在管制架构之外 因为反中东港分子和泛民 甚至和反对派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的 反对派里面 特别是泛民里面 也有爱国者 他们将来 仍然可以依法参选 依法当选 我们港澳班的同事 包括我们的夏宝东主任 包括今天在座的东东华主任 和我本人 去年都被美国政府 例如所谓的制裁名单 我们都生以为荣 当然对于这类的制裁 我们历来也是奉行 来而不往非离也的原则 我们回敬的反制的措施 也一定会让他们长气性